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用過棉條 所以我其實當下也蠻害怕的 你看 馬桑膨 哎呦 馬桑膨脹 好神奇喔 今天再來分享的是棉條 就是大家桌上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簡單講的話它就是指入食是這邊 那這邊的話就是保管食 妳有用過嗎 沒有 我不喜歡棉條 我現在想立刻離開 為什麼妳不喜歡用棉條 因為我覺得棉條很可怕 它會長時間在妳的陰道放一個物品進去 像我們平常放個十分鐘 有時候都會倒閉掉 這樣不是會更疲乏嗎 就可能會鬆弛或什麼 其實不會 因為陰道其實是非常有彈性的 其實用衛生棉就可以啦 大部分的亞洲女性 都是有這種相同的想法 對 但是在歐美國家呢 其實他們的棉條來說是非常正形 大概有80%以上吧 他們都是用棉條的 我本身是一個 筋鞋量非常之大的人 你知道就是下雨天 如果你的鞋子積屎 腳踩到鞋墊的時候 會有那種噗滋噗滋的那種感覺 嗯嗯 我知道 你想像一下你的腳變成私密處 然後你只要一坐下 你的私密處就是會一直那種 浸在水的那種感覺 超級不舒服 對一個筋鞋量非常之大的人來說 他真的是很 很厲害 因為他是放入到妳的陰道裡面 所以你的筋鞋一流 他馬上把你吸住 指路色就分這兩種 是一般型跟亮度型 其實仔細看的話 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他其實比手指還要細喔 那這邊的話就是導管式的 你可以先摸看看 因為有些人會說 棉條很硬不敢放 擔心陰道會受傷啊 我是覺得不會有這個狀況 我第一次用是用導管嘛 然後我又是新手 對我來說會很安心 是因為他有這些東西 輔助你使用 所以比較不會害怕 那指路的話 其實是你這邊要打開 那你的手指頭 可能就是會放到這邊 我大概示範一下 放進去嘛 那你這樣子推到你的陰道裡面 大概一到兩個指節 拿一個小東西給大家分享 就是子宮 這邊是陰道 然後這邊是子宮頸 畢竟它是一個模擬的東西 沒有辦法模擬得很正確 但是它就是這樣推進去 放進去之後 大概一到兩個指節 你放到一個 你沒有感覺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放對了 像這個是導管式 以這個模型來舉例 這是你的陰道 然後陰道口在這裡 你就這樣子推進去 手指這邊 碰到陰道口 就可以了 就是只有矽膠這一塊在外面 對 它這個設計就是 你一推出去的時候 就是對的位置 其實實際 流出來的線不會這麼多 大概只會深 這樣子 聲音羹有可能是 會有寫在外面一點點 對 那還是會用到內褲啊 因為我是量多的 我會有這個狀況 我自己個人是 都會在戶墊 戶爛身邊 有些人就是可能 有疑問說 是不是用棉條 就不會有外露的情況 對 但還是會有 會有這個狀況發生的話 第一 因為你量真的太多 那第二就是 你放的位置不對 你的陰道沒有整個很貼合 這個棉條 所以可能會有縫隙可以 流出來 或者是放太久 可能已經吸滿了 棉條一般只能放8個小時 對 是因為就是 細菌啊 對啊 會有一些細菌 畢竟一個東西在你的陰道裡面 然後又接觸到 精血 空氣什麼 所以 真的不建議會放超過8個小時 怎麼拔出來 拔出來的話就是這樣 它直接這樣拉一條線 可是它已經膨脹 它就卡住了啊 是吸滿精血的狀態嘛 它是濕潤的 這樣拔下來的話 它是非常順手的 有些人可能會很好奇說 運動會不會影響 其實不會影響 運動其實是很方便 你要游泳 你要幹嘛都可以 因為它不會有感覺 有些人會說 蛤那我這個線要放在哪裡 有些人是可能會放在屁股的邊邊吧 或是它其實就是 亂白什麼的 那如果我塞了這個 我可以去尿尿嗎 可以去尿尿 還沒有到換 那明條時間我可以不用換 可以不用換 那你尿尿沒有換 你尿尿不會尿到這個綿線嗎 我會往後抓 但是我會避免讓尿 接觸到這條線 來 測試一下它的吸收能力給大家看 大概是20cc 我先用這個好了 這個是一般型的來測試 一般型大家強調可以吸多少 大概9到12克的水 差不多9到12cc吧 那我就放進去給大家看囉 這是植入式的一般型 普通型 你看 麻喪膨 哎喲 麻喪膨脹 好神奇喔 欸 可是它都9到12克 可是它把20都吸光光耶 還是有點超亮啦 第二杯水 它的是 它也是9到12克 放囉 還滿有趣的 我剛剛從這兩個植入式 導管式這樣看下來 植入式吸超級快耶 而且它真的是吸乾乾 但是不能怪它啦 我們本來就有超亮的水 指路是人家說吸收好的 可能只有一點點 哇 這根本就是大災難了吧 有的人會想說 處理膜會不會破掉啊 處理不能使用啊什麼的 但其實不會 處理膜它不是一層膜 而且每個人的處理膜 有什麼不太一樣 但是它是不會因為放棉條 而戳破或幹嘛的 對 就是錯誤的觀念 對 你聽完會不會覺得 你敢用嗎 因為你一開始說你不敢用 不會不敢用 但是 非必要型我可能還是不會使用 第一個就是我的量本來就不多 我用衛生棉是很OK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也不常出國去海邊 可是未來如果真的哪天 我要去出國然後去海島 剛好遇到生理期 那我可能 會從 這種比較親民的 開始嘗試 掃描骷擾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 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 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